让漫画更精彩,熊熊动漫解说 樱花已经开了呢 大战结束后的日子,既安逸又轻松 但一直在养伤的炭治郎,却没有完全康复 左臂不仅失去了知觉,活动范围也变得非常小 右眼也是如此,外观虽然完好无损 但视力却永远也回不来了 兄妹二人愉快地聊着天,想起了前几天晚上 前来探望的御使郎说过的话 根据我的推断,任小姐留下的药与迷豆子缺一不可 无论少了哪一样,你可能都无法变回人类 你真是一个被老天眷顾的人了 而且你的体质,甚至比无惨都适合做一只鬼 能在那种情况下保留些许的意识 真的很厉害,这一路走过来,辛苦你了 你真的很了不起 不,没有的事,我只是在大家的帮助下,才侥幸 我只是在开玩笑而已,不要当真好吗 你这白痴不过是个地中地霸了 看到你的脸,我就很不爽 好了,我回去了 再见 御使郎先生,请千万不要死 毕竟到最后都把朱氏小姐牢记在心的人 只有御使郎先生你了 御使郎先生,他不会有事吧 那次分别以后,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我真的放心不下他 确实让人担心 好